2020挂山親子嘉年華 即交通安全宣導活動 29日30日兩天 在八卦山大華前熱鬧展開 今年首次結合交通安全宣導 還有Formosa玩具基地 童玩體驗 樂活市集 街頭藝人表演 夏日同樂會等活動 活化周邊區域 為八卦山帶來新活力 那歡迎我們的大朋友 帶著小朋友 一起來走八卦山 那我們今天也把我們 九龍池前面的水池 這個水舞也給他回覆了 那除此之外 我們呢 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今年就 水上的另外的一些遊戲設施 就沒有用 改做我們的這個玩具基地 以及呢 我們的這個小朋友的一些 不同的這個傳統民俗的遊戲風 那最主要說是 讓孩子們能夠體會到 童玩的一個這個樂趣 那這邊同時也有我們 非常多的交通安全的一個闖關 那同時定時定點會給大家 很多的這個爆米花啦 我們的這個棉花糖啦 以及我們冰棒等等 那也請了我們悠遊的 我們的這個草莓姐姐 跟這個柳丁哥哥啊 一起來跟小朋友共樂 那歡迎我們的這個大朋友 帶著小朋友 在二九三十兩天 來我們八卦山大佛前面廣場 那一起來度過一個這個 歡樂的一個這個實假 2020掛山親子嘉年華 今年以童趣為活動主軸 Formosa玩具基地 邀請台副生衣的玩具醫生合作 藉由玩具拆解活動 宣導愛物習物的觀念 另外夜市風童玩童驗 不僅有傳統童玩 更將多款夜市遊戲攤 直接搬到八卦山 串聯大小朋友同年的美好回憶 精彩活動有吃有玩有學 更有滿滿回憶 讓八卦山大佛風景區 為小朋友們抓住了暑假的尾巴 成為期間限定的兒童新樂園 公益頻道 許維珍彰化採訪報導